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四大书法家之一张瑞图的故乡 1629年 罢官回家的张瑞图在晋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末宝 那么 在寻宝走进晋江的海选现场 我们能否找到张瑞图的真迹呢 我今天带来是那个张瑞图儿的字画 因为我是张家的后代 觉得他就是晋江的民间国宝 请收看 寻宝走进晋江 明天寻宝文化寻根 欢迎大家跟着嘉明来寻宝 海滨搜鲁 福建晋江 历史悠久 人文晦翠 昔日这里是全国少有的千人近视线 而今日则是中国响当当的品牌之都 经济实力连续19年位居福建之首 我们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而收藏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于是我们今天寻宝 走进中国品牌之都福建晋江 寻宝发现 首先让我们欢迎书画鉴定专家刘言先生 欢迎珠宝玉器鉴定专家欧阳朝霞女士 欢迎杂像鉴定专家蔡国生先生 欢迎陶瓷鉴定专家余光仁先生 本节目由五粮春独家赞助播出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寻宝 我们来愿意试今天的第一件宝贝 贺先生可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大家猜一猜 他现在有哪一项世界纪录 头发一甩非常潇洒 你的意思就是 他本就是传说中的辫子公 神经 咱们先把谜底揭晓吧 头发拉车打破杰尼斯世界纪录的 拉了一辆什么车 大拔车 花点 这也是宝贝 可能这个头发拉车里面 我是手掌最多的 手掌里面我是头发拉车的 听说您的这个藏品两层楼都装不下了 都是假的 两层楼都是假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作品吧 贺先生 这个画呢 是防一条的 也是一个卖假东西给我的影 接下来我去的 那里说是防更突然的 我到那里一看呢 到那个时候十万块钱卖回来 哪一年 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我把这个画拿回来呀 跟这个村子里面一讲呢 你又笑道了 这幅画我们随便看过 我们图看过 一个假话你怎么摇摆下来了呢 我你写字 我第一眼看了这个画很有演员呢 我觉得这个画很不错 有一个影厅说我卖了一幅好画 也是春来的 他就到我家看 他说你对这幅画这么不放心的话 我家一万块钱给你 你卖给我 我老婆就说 人家说假的 自己做了一万 你就卖给他吧 我没办法 就卖给他了 就卖了 就卖了 过了一段时间 他老婆打电话 打给我老婆 他说他家里有事 有钱 就原来的价格又卖回来了 就十一万 十一万 你卖给他十一万 对 你又十一万把它买回来了 对对对 我当时不知道 影家说 他请了影 说这个画假的 但是我对这个画特有感情 所以今天来 这个画有个假的 我跟我老婆说了 这个画假的 今后这个是不搞了 您这个卖去买回 起码跟这件东西的缘分 应该是 对 我就相信缘分 另外也提醒您 确实在我们福建 假的黄银条 比真的黄银条 要多多了 所以您 这个买到真的的概率 以这种方式 可能不太高 不过贺先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大不了我再去拉车 拉一次车 可以有多少收入 好问题 好问题 拉一车有多少收入 反正拉一次车的 买这个 一幅画应该绰绰有余 所以对你来说也 无所谓 画一画得很好 自然写得很刚 很便宜 剪到的肉 很高兴 看起来他画得很好 其实他里面那个四都有问题 黄银的草书啊 黄银的草书 它的成绩很高 这个要黄都很难黄 像这个样子 你收藏对了 谢谢 来掌声送给贺先生 这个黄银的确是我们福建 清朝非常著名的画家 后来他又到扬州卖画 在扬州呢 形成了一个扬州画派 其中有八个人呢 号称扬州八怪 那么黄银瓢就是其一 这件东西呢 打开一看呢 画的两个老者 一个是张国老 一个是铁拐李 据说啊 这个铁拐李本身 也是我们晋江本地人 而且这个人呢 是个大孝子 早期呢 家里头特别贫寒 有一次好不容易 他给他母亲找到了点米 不能做饭没那么多 就熬了一锅粥 结果熬着熬着 这个粥快熬开了 快熬开了 但是呢 柴火又没了 铁拐李一急 把自己那只好脚好腿 伸进灶堂了 拿自己的脚作为燃料 把这碗粥给他母亲 这个熬头了 这件东西呢 首先呢 这个风格很典型 完全都是黄银条 最有特色 应该说水平最高的时候 乾隆初期 书法用的是 槐素草酥的笔法 人物的线条呢 也是挥霍有度 用的也是草酥的这个笔法 但是里头它也有细节 比如说人的面部 它多少也用了一点吸法 换言之呢 面部不是平涂 有高光 有凹 有线 然后呢 背景也染了一些颜色 这些呢 都增加了这幅画的细节 或者说它 那么尤其啊 它这个落款 长长的两条 一记获成 浓淡 轻重 快慢 在这里都体现得出来 如果说要做假的话 这个字 这个线条 是无论如何 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怎么说呢 以十万块钱 买到这种东西 按说啊 就常理而言 是没有真的 但是可能您收藏了这么多年 加上老天要给您一个比较好的回报 这件东西呢 我们看下来 不但真 而且精 这个 谢谢 值得收藏 谢谢 我想我能赚多少钱 好一点的黄胜啊 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 也屡有这种创新高 就是价格上 也能达到这个价位 几百万上千万 像您这件作品呢 肯定在里头算是比较精的 但是只遗憾呢 就是两个人物 也没有太丰富的背景 只是涂了一涂 染了一染 淡淡的让人感觉 有纵深的这种景观 那么这张东西 我们保守的说吧 应该在一百万以上 够了 足够了 更应该祝贺您的事 收藏之路 您可以继续了 这四 老婆成功了 陈欣欣 你好 小陈这是东坡肉吗 这个是 我觉得它像是 我们今天说的那种 我们叫三尘肉 然后这个肉 就是我听我爷爷说 是我那个太公 几乎把家里的钱吧 就去买了这块石头 然后这个时候 带回家的时候 我太奶奶可生气了 他说你带一块肉回来 又不能吃 然后他就非常生气说 他打算把这个肉给扔掉嘛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太奶奶晚上就揣着 家里的钱嘛 剩下一些钱睡觉 然后我太公就揣着 这块石头睡觉 那后来呢 就是到我爷爷这边的时候 家里想吃一回红烧肉 那得到过年的时候才有 然后我爸他们呢 就拿一个盘子 把这肉 把这个肉放在那个盘子里头 然后吃一口地瓜稀饭 就看一眼那肉 然后就望肉指馋吧 什么石头 我听我爷爷说 就是瘦山石之类的吧 上面是什么昆虫啊 这不是小强吗 我也觉得像小强 小强是周星驰的那个电眼里面 蟑螂的代名词啊 对 这肉五花肉上 为什么会有一只小强呢 这是我非常大的疑惑 然后问我爸 我爸也说不上来 想请教一下专家 你究竟想请专家 鉴定这是什么石头 还是想鉴定 为什么这上面有只小强 都有吧 但是我个人的话 还是比较想问专家 为什么会有小强呢 把这个肉和小强 请专家鉴定一下 这个分量你点过吧 感觉到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挺沉的 比我想象中的那种 一般的石头 瘦山石有这么沉吗 这个我不懂 台北故宫有镇馆三宝 第一个呢 就是我的毛宫顶 第二呢 是翡翠白菜 第三就是东坡肉食 那么这块东坡肉食呢 差不多鸡蛋大 那么是康熙朝的时候 一个草原王爷 进贡到内府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我们您刚才拿来的 这一件作品 我们猛地一看到它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会相信 它是一块冷冰冰硬邦邦的石头 相反我们仿佛 好像闻到了一股肉香 跟这个台北故宫的 这块东坡肉食所不同的是 台北的东坡肉食啊 它是玛瑙制的玉髓 你这块东坡肉食 是一块翡翠的水石雕刻而成的 翡翠 翡翠的水石雕刻而成的 我一直以为翡翠是绿色的 对对对对 所以翡翠翡翡翠 红翡绿翠 红翡绿翠 它的颜色非常的多变 也非常多彩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层红色的外皮 饱和度比较高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腻 比普通的一般的红翡的颗粒要细腻 更加致密 而且它的光呢是油润的 就好像这个皮色 刚刚炒完糖色 油润发光 很有诱惑力 而且你再仔细看 它这个表面上 其实是有很多棕毛的毛孔 对 分布也非常的自然 收落的部分也是完全利用 它的天然的颜色 和它天然的机理 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形象 我建议你可以开一个东坡肉馆 然后拿它当正变之宝 但是得先把小强给摘下来 这个小强有和没有 对这件东西的价值 会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怎么讲 为什么呢 你去看 如果小强背上这个颜色 也做成东坡了的这个颜色 就是一块石的了 你现在加了这个小强的 也就是有生活机械的 小强的颜色和它皮的颜色 混乱一体 所以这里边的构是够巧妙 还必须得需要小强 你没有小强 这个价格上不去 小强还有价值了 喜上最贵的小强 这里是星宝走进近江 我们继续发现下一件宝贝 曾文杰 曾先生是我们高甲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走了 这段我是看你败了的 表现的是凉餐好汉喝醉了以后的状态 对 很开心 对对对 什么时候对收藏开始有感觉 从这个碗开始讲起 这个碗啊 以前是我们祖传的 那个前人 我们以前的前辈 就是传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不把他当做一回事 就放在我们亲爱你乌银帽 一天在下雨的时候 你们好像有点水 怎么奇怪 你们都化光啊 山上化光 蓝色的光 我还没把它当做一回事 后来我一个朋友 要一千块给我买 买这个一千块 我就奇怪 我还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就开始有点留意了 给我买一千块 就一个破碗给我买一千块 搞不好我这个破碗 可能只一套 套光 故事太过真实了 还有那个碗也太过精美了 是吗 不大可能像个什么古董 好像是一个公寓品一个样子 我看这碗是真的 国家的还是 当天的故事都是真的 对对对 就是祖传下来的 祖传下来的 你拿它来喂猫 对 有人出下一千 对 你就发现 哎 这个碗 这是我 应该是之前的东西 说我不能卖给你 不 我要靠这个碗来卖猫 对 等于小品的卖 卖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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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碗 猫是财神啊 今天看看能不能给你带来财富啊 对对对 要求也不高 就一套房子嘛不是 对对对对 咱们看看植物这一套房子 好 这个碗拿到手里啊 我感觉到确实比那个一座房子要重啊 是吗 啊 这个是荧光闪闪啊 你刚才讲了一个猫碗的故事 我也给你讲个故事 日本的这个关东大地震的时候 有一个诸事会设的一个大老板 地震当中跑出来 什么都没拿 就拿了一个黑碗 就你这样的黑碗 人家问他说 你干嘛要拿这个碗呢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的财富丢了 我还要转过来 这种碗如果坏了的话 我再也找不到了 这个碗据我们了解 在日本现在只有 一二三四 只有四个 这种碗呢 叫药变天目 它不是摇变天目 玩瓷器的人都知道 摇变是因为摇内的气氛 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这个什么 玫瑰色啦 什么菌摇的那种摇变 这不是 这叫药变 这药变是什么 日子光 日光 就是它的右面上有一层 有一层化学层 这个化学层也叫干扰层 这个干扰层对右面 产生了光学的折射反应 所以它出现了七彩光 这是非常难得的 宋代啊 日本和尚 到我们中国来 来学佛 大部分的来的日本的 村人呢 都聚在在浙江的天目 山上一带 然后他们把中国的佛文化 带过去以后呢 同时把中国的茶文化也带过去 其中包括茶具 这个茶具呢 就是有这种 我们福建建安建阳 这个地区的这个网 是建展 没问题 是建州生产的 叫油滴 油滴就好像我们汽车 在水上那个汽油滴的那个水 马路上那个雨水当中 那种五彩光 而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药变天目 也叫 中国叫药变油滴 它是油滴当中的极品 日本的那几只碗呢 它那个蓝斑拿出来之后 像激光似的 这个碗往上一个 那蓝光真是刺目 就是 比这个碗的蓝光 要 要充分的多 对吧 当然这件东西也有蓝光 只不过 隐忍 寒暑 所以这个碗呢 这个 应该说是 这个 接近于 这个 这个 天目 这个 药变天目的这种档次的碗 这是一个金碗 应该说 按照拍卖的 这个 习惯的市场交易来看 这个怎么样 顶个七八辆 这个奔驰车 应该是没问题 真漂亮啊 翡翠的套链 老师我一看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一个电眼了 疯狂的石头 其实不是我疯狂 是我老公挺疯狂的 是被他朋友给怂恿了 把我那个存款 一百多万 买房子的钱 外面又借了三十几万 一共就两百多万吧 就买了一块堵石 哦 去堵石去了 对 然后就 把它一刀切下去了 里面就 又是裂痕的 又是那个 脏点 第一刀 对 然后我老公一听就 把这个一扔家里就跑了 不敢借我 然后就有朋友 他就说 要不这样吧 我就 出个三十万 我们在这儿稍微要请假欧阳老师 为什么这一刀一切下去 一下从两百万就变成了三十万 这个在堵石这个行业里 经常有这个叫一刀穷 一刀富的说法 一刀富的说法 很可能这一刀下去 哇 赌涨 就叫堵石嘛 就堵涨了 如果也有可能这一刀贴下去 就堵垮了 第一刀下去 家里就剩一块钻了 对 然后呢 然后老公那时候就想说 因为不是借了三十几万吗 他就想说 那我干脆就卖了吧 就想出手了 他把债可以还了 对 我很坚持 我就又切了第二刀 有一块 就是那个紫罗兰颜色的石头 他就又把 又把它做成这个手势了 哇 这个我们看到这么漂亮的 这个翡翠 没想到背后这么多故事 做十指九裂 这个纸 而且厚度都很饱满 说第一刀下去是切垮的 然后再第二刀下去有这样的 我觉得说你已经算是赢了 堵石 用言和 用不吹气 你先生真的胆子很大 现在行家都不敢买蒙头的石料 他竟然拿了要买房子的钱 去堵这样的一块石头 这个缅甸人呢 对翡翠毛石的研究 显然比我们要强得多 它一定是 如果是比较好的石头 有开发价值的 它一定会在现场 它就会打开 我们这种 能够运到大陆 运到北京 或者运到某个城市的 这种堵石 一般机会都不太大 对 盖入里肯定的 对 对 一般机会都不太大 不过还好 我刚才已经看到它了 整块料呢 出来的数量还不少 颗粒上来讲呢 因为十子九豆嘛 紫色的东西呢 多半是这个 颗粒比较粗 总之不会那么通透 其实紫色啊 在中国人心目中 有非常高的地位 像我们说的紫微大地 包括我们的故宫叫紫禁城 那么紫色的翡翠呢 它也是按照它的饱和度 和它的色彩 分为这个红紫 蓝紫和粉紫 那么什么叫红紫呢 就是说紫色中闪红的 这个部分 就叫红紫色 你堵到的这块石头 其实应该属于红紫色 那么红紫色呢 它的颜色饱和度比较高 它开出紫洛兰了 它为什么最后会选择 套链这种形式来呈现出来呢 而不做别的 它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材料好 它才会出淡面 它镶嵌得很细 而且还嵌了好多好的细状 再加上一些 也是冰种吧 冰种和玻璃种的简直 阳翘绿的翡翠绿 应该是做工镶嵌 在我们国内来说 一流 卡兰口这个把买房子的钱 完成了这样一个赌食的行为 赌赢了吗 赌赢了 谢谢老师 热闹海选 精彩非凡 这件宝贝 让我测验难免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 这么神秘啊 因为我都没有见过 先让你见了 我心里不舒服 寻跑 走进进江 正在寻找和发现 好 我们接下来发现下一件宝贝 陈单行 职业很特别 是钻石鉴定师 是 结果今天带来的就是 黄金制品 纯金的 纯金的 很精致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 因为我妈都私藏着不让我知道 为什么呢 不传儿子不传旅游 是明南习俗 如果是真品的话 我就恭喜弟弟 那你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把这套家里的经济 复杂的心情吧 又希望它是真的 那你了解多少 这是家里的祖传的宝贝 是我外婆留下来的 然后留给我妈妈 我们是做黄金的 我们有去检测过 都有含80%的黄金 哪个年代的呢 我是第一次见 我十分能理解 他的心情很复杂 这是我们家的 到我第一次见 真的 你弟弟在现场吗 我弟弟他跑回家 我今天来就是 希望给专家看一下 是否是艳品 你看他的心情 就透着了 看是不是艳品 没有 看如果是艳品 你们还要往不往下传 还是传男不传女 没关系都是黄金吧 也是 也是一个纪念 我不是美男这边的人嘛 那对于这个风俗 你同情他吗 内心也挺复杂的 你同情他吗 有一点同情 但还是希望他是真的 年份你以为是什么年份 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清代以前 应该是明朝的 那么这个金卷呢 它后边是刻着年份 是从西十二年 您说是八成金 对的 从唐代以后 唐代以后 凡是工作的 工理制作的金器 往往含金量是八成 但是民间也有做进气 但是含金量呢 往往是七点五左右 您刚才说八成金 我认为是认可的 然后我们还要手颠一下 金的分量够不够 有没有这种压手的感觉 我们去测这个比重 去测它的纯度 是全部测还是表皮测 是我妈妈去测的 应该是表皮 所以我就是提醒你 这么一句话 这种东西 要么是庙里地宫里面的东西 不可能是传世的东西的 庙里地宫里的东西 出土的痕迹有没有 涂合它作用的痕迹有没有 这是第二点 我提的疑问 第三点 它制作的工艺 制作的工艺 应该是锥碟 焊击 那么这两种工艺呢 看起来都是现代的机器 碰一冲 这个东西 就是年份还没有你 您的年纪大 所以金 当然了 它是有金的成分的 也有一定的金的价值 但是和针相差太远 这个手刺件也是 我可以说这个很难受 现在什么感觉 现在 也挺好的 我觉得你拥有这份传家宝的几率大大增加 没关系 没有 都是弟弟 你真正拥有了 就真正的是一风一俗了 这里是新包走进定江 我们继续发现下一件宝贝 黄华英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这是你的仓品吗 对 这是我的亲生母亲送给我的 亲生母亲 对 因为我奶奶非常的纵男轻女 所以在小时候想再生一个男孩 逼着我的爸爸妈妈把我送给了别人 然后在我们相认的时候 他就把我外公传给他的御观音 他就送给了我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养母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 然后他就偷偷瞒着我 请人来鉴定了这个观音 没想到说他是个赝品 然后我的亲生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就非常伤心 他觉得说我已经对这个女儿这么愧疚了 然后还送了一个假的东西给他 所以两个母亲为了这件事都很不开心 我的养母就很自责说不应该做这些事情来 就是让我的亲生母亲这么的伤心 那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想真的去鉴定他的真假 而是想在这边对我的亲生母亲说 不管这个观音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这是妈妈对我的情谊 所以他在我心目中是价值恋情的 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 其实你也很幸运 因为 因为我有两个很爱我的妈妈 欧阳老师 这种观音会从哪些方面会给大家一个信息 觉得怀疑 首先可能它的颜色 就是不是像翡翠来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浓艳的颜色 红翡绿翠 紫为贵 可能是红的 绿的 紫的 除了红绿紫以外 翡翠其实还有其他的颜色 那么这一块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两种颜色 一个是绿色 另外还有紫色 所以我们在行里头也把它称为春代彩 因为紫色我们称为春色 紫加绿我们就称为春代彩 所以这件观音 它是一个春代彩的翡翠材料标刻而成的 整个体量比较大 那么其实这个颜色来讲 因为翡翠的材料现在非常的少 像材质能达到这种 像它的紫色还是比较浓艳的 而且底子相对比较细腻 在造型的方面 它选择了这绿色的作为它这个 观音造上的这个外衣 紫色的选择为它的这个镜瓶的方面 整体的造型和布局还是很好的 百件翡翠里面这么大 中间没有瑕疵 紫颜色又那么浓液 应该这个材料也是不错的 价格也是不菲的 两位母亲通过这次寻宝 应该对这件东西可以释怀 这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 释怀 对 我相信对于你们一家人 通过这尊观音都释怀 我想在这边借着现场这个机会 想把这尊观音送给我的姐姐 就是我送给人之前有一个姐姐 我们这边有一个风俗 就是说女孩子出嫁 要有一定的嫁妆陪嫁过去 然后在婆婆家里面 才有一定的地位 所以在这边我姐姐即将出嫁 我想做一个妹妹对姐姐的祝福 我想把这尊观音送给我姐姐 让她当陪嫁品 谢谢 姐姐也来到现场 大家好 我想说的是 我不能接受这尊观音 因为它是妈妈给她的补偿 也是妈妈给妹妹的爱 是她无限的爱 我绝对不能拿这个东西 但这观音是妹妹给姐姐的祝福 大家说姐姐该不该接受 这个妹妹的祝福呢 谢谢大家 我真的是很感动 这个同性的姐妹没在一起成长 然后呢 这个妹妹是这样的大度 把这个亲生母亲送给她的一个礼物 要送给姐姐来当嫁妆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 尽将这个美丽的地方 留给我非常深的感动 谢谢你们 我们继续发现下一件宝贝 主持人你好 你好 王勇先生 尽将收藏界大名鼎鼎的王半尺 介绍 什么叫王半尺呢 刘老师 他真厉害啊 书画方面 展开只看半尺 就可以给别人一个结论 不不不不 这朋友没有给我一个戳号 戳号 介绍 就说明你眼力读 还可以一点眼力嘛 请教一下刘老师啊 这个王半尺的传奇介绍完了 这个书画看半尺 这究竟是个传说还是 功力积攒到一定程度 打开半尺 不要说半尺了 可能打开 有些人啊 看上 比如说两寸吧 大体上对这个人就能有一个揣度 当然这个不是最终的一个鉴定 因为这种揣度只是对他风格的一种认定 这是您的藏品吗 这不是我朋友这个藏品 新闻过来 但是卖的时候我现场帮他鉴定 是一个静江的一个是专先生 那82年的时候 在上海文贵商店买来了 当时买了8000块 去年我到复彭一期 把它那个50万买下来 我对这个信心是百倍 松云图松 叫松气势蓬勃 这个字字印章非常清楚 如果当然这是假的 我不要盼你亏 把它再买下来 哇 静江男人啊 有担当 有担当啊 有担当 好 来 反了 反了 首先批评一下我们王半尺了 对吧 这个画从古到今没有卷的 对啊 怎么能这么卷呢 很独特啊 您还觉得这叫独特 因为这么卷呢 它把画心朝外 容易对画本身有伤害 所以为什么画都朝里头 画心在里头呢 所以这种独特 对画已经有伤害了 对 这个一打开呢 首先让人非常错愕 因为以我们的水平啊 没见过赵之谦画鸟的 如果是真迹 那一定是绝品 更不要说赵之谦画鸟 这个明显 到眼尺已经看出来了 鸟头出来了 对吧 而且眼睛呢 是红黄 几种颜色 这个几种颜色呢 更像是岭南一带的画风 赵之谦肯定是晚清 画家里头 最厉害的之一 对 绍兴人在福建当官 最后死在江西了 当然呢 赵之谦 现在就艺术品市场而言呢 不算贵 实际上他是有投资潜力的 因为他的东西 传释的非常少 为什么呢 他和当时的同乡 叫魏家孙 这是晚清式的兵部师郎 大长家 那么魏家孙和他关系很好的 收了他不少的 那个书画 印章 但是魏家孙到后期呢 家里火烧 把他的作品 几乎60%以上都烧掉了 所以船市的东西很少 就是这个人呢 当时有人评价他叫苏妖 就是功力之身 大气蓬勃 沉着痛快 淋漓尽致 但是这件东西呢 我们似乎呢 感觉他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还有您看那个鹰 对吧 那个鹰站的那个位置 也有点问题 这个杆子是竖着的 这个鹰就这么横着站住了 从自然现象和绘画的表现上 这么表现都是有点缺陷的 所以呢 这点真不好意思 这个东西不是真具 当然是件老东西 这件东西呢 肯定也是民国以前的 因为赵之间名气很大 所以当时的房 后来的房都有若干 那您既然看早眼的 自己看早眼的办法 是吧 认的吧 对吧 您的意思是说 您会把它收了 收了 提醒一下 就是说 这个收藏是个快乐的事 但是投资呢 一定要谨慎 是 好 谢谢 郑福海 号称古丸虫 古丸虫的名字怎么得来的 小虫嘛 不欺验 今天来到节目中间 不是为鉴定而来 而是为了结束家庭冷战 因为这个小杯子比较妻子 那当时我刚结婚嘛 装修完房子什么的 剩下也没多少钱 就把家里的 无一一部分机器呢 就拿出来了 背着 背着老婆 那肯定是背着的 最后多少钱买的 最后就花了 将近两万块买过来了 但很多人都说 你这东西是假的 不对 最后和妻子冲突的是 你说有个很好的机会 妻子是让你该出手了 但你没出手 07还是08年 一个朋友带这个朋友过来了 是开了一辆日本车 那价值 前行可能是在将近三十万吧 当时他就给我讲 他说这杯子我拿走 车子留下了 结果你不同意 这价值的东西 你在没搞清楚之前呢 这不是让人家减漏的问题 是你跟这种宝物的缘分呢 就没有掉了 这个甜白中 上面有双缝纹 有十字云纹 还有连半纹 养连 底下款是天字款 从气形来说呢 是典型的橙化 橙化造型 而且呢 它的这个胎 是典型的一种红胎 粉红胎 从幼水来看 这种幼水呢 给人感觉是一种 非常油润 非常淡雅 非常高贵的这种油色 朦朦胧胧的线条美 只有在一种 非常高的境界当中 才能看到 哇 这家真棒 所以呢 我们认为这个杯子呢 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橙化杯子 它这个胎啊 是白如玉啊 薄如紫啊 生如庆啊 明如镜啊 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所以这件东西 是橙化官腰里面的上品 它这个天子 天是什么 就是天子 就是皇上用的东西 那么这个身家就来了 这个小杯子 现在的市场价值 1997年 香港加斯德 拍的一个 陈化豆彩鸡港杯 2750万港币 所以这个价格 到底怎么样 郑先生 你自己掂量的 回去前面吧 他已经陶醉了 现在老婆的问题解决了 1683年 坐镇晋江的狮郎大将军 御赐的宝刀不翼而飞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宝刀续向 也成为了历史悬案 2012年5月 一把清代五名关刀 经现近江寻宝现场 那狮郎大将军 他能否揭开那段 沉寂已久的历史 继续发现下一件宝贝 真气派 来 请把宝刀戴上 今天我再次把 康熙御赐给 狮郎的将军的宝刀 大家鉴定一下 没有我们预期的 来几个动作 但是话语中很有分量 是谁赐给谁的宝刀 康熙御赐给 我们晋江的 近海大将军 狮郎的 先生贵姓啊 你猜一下吧 小强 小吃 我姓林 叫林 康熙赐给 施朗将军的宝刀 怎么会在你手里 其实这把刀 是我爷爷收过来的 不是我们家 是爷爷的藏品 是 好 那何以见得 这就是康熙 你要给我们拿出证据来啊 这是 你看一下他身上 这些龙嘛 这些龙 对啊 就是清朝只有皇族的才有这种无耍龙嘛 然后这个是鲨鱼皮的嘛 鲨鱼皮的 对 这上战场的刀才有这样的 不要把一个历史的片段无种生有的杜钻过来 这件东西呢 当然是官岛 或者说是四围刀 那么这把刀装设很华丽 有章客 有章客 六经 上边的纹色呢都是海水龙纹 那么里边的这个刀啊 似乎有点开口 似乎开过口 那么这个钢啊 经过几次打造 我们称之为叫金刚 金刚 金确的金 叫金刚 所以呢 很锋利 而且很柔论 金得起 壮简 这把刀 我的看法啊 这个龙头啊 圆 龙头大 而康熙时期的龙呢 威猛 龙头呢 彼此明代的长 你这个 几乎这个龙头啊 有点圆了 有点圆了 装设上的威猛啊 就比较长 那么 尽管是栽着的 溜金的 这个金呢 又显得不够亮 尽管黄 这个黄 和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手写上的这个金 哪怕是吃八开 它也不到 包括这个鲨鱼皮的 那个鞘啊 这个饼啊 来看 应该还是清代晚期的 那个万岛 一个四维岛 这个如果大家 对拍卖比较上心的话 可以上网查一查 就是这些年吧 五年以来吧 这种刀在拍卖市场很多 就是换言之呢 这种东西不应该说很稀缺 当然了 在香港以前拍卖过一顶刀呢 是前龙皇帝自己用的 卖了很贵 四千多万 但是像 这种刀呢 在拍卖市场并不贵 你可以戴上你的宝刀 穿越回清晚期了 我们穿越穿很好 谢谢老师 哇 您可慢点 哇 真漂亮 就是好几年前 我爸从外地买了一块石头回来 通过一个做斐筷的朋友 介绍了一个台湾的玉雕大师 然后把这个石头让它雕刻了 等了一年多 就是回来成了这个样子 我心中有几点疑问 想请教专家 那几个点疑问 一个就是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雕刻成这样子 感觉就是有点浪费了 其他的料 浪费 对 其他料 其他料不见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 你是觉得会被雕刻师给撕藏了 这第一第二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蝴蝶 你看还有蝶蝶这些花花草 是不是粘上去 用胶水粘上去的 我也不太清楚 你为什么怀疑它是粘上去的呢 我感觉这边就是衔接的 衔接的太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就已经很细了 你觉得 对啊 有会成我都不敢 我不敢骂 这个欧阳老师详细的回答 你看小张一脸困惑血在脸上 今晚让他睡个好觉好吗 来 慢点 说实话我看着去很美 但看着让人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 因为它的这种镂空工艺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极致 那么我看到这件作品 我想到了这个佛学中的一句禅语叫舍德 不舍就没有德 我们舍去了一部分材料 那些材料已经不能用了 为艺术献身了 那么剩下的部分 我们雕刻的成品 它可能是更有思想性 更有艺术性的一件作品 那么它这种工艺来讲呢 在当代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意义 首先呢 这件作品 我们看上去 它跟我们传统的玉雕完全不同 我们传统的玉雕呢 它是因材施意 它根据材料来设计来制作 尽量保证它的重量 所以您就会有刚才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那么大的一块料 它东西去哪里了 从传统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一定是要保重量 因为翡翠这种东西太稀少了 那这件作品呢 反馈给我们的意义行为先 它更注重的是造型和它的艺术性 所以呢 它就大胆地在玉材上进行雕刻 那么刻刀雕下来的东西 都是小碎片 是吧 基本上都不可以再利用了 另外我们从这件作品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通过这种 镂空雕刻的工艺以后呢 整件作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它的你看它的这个兰花的枝叶 包括它的这个每一个花朵 枝叶都在尽量地伸展 花朵真的努力地绽放 包括你看它那只蝴蝶 它这个镂空雕的这种精细 好像它随时都要拍着翅膀飞走 欧阳老师那蝴蝶不是粘上去的吧 当然不是粘上去的 当然不是粘上去的 完完全全靠雕刻一点点雕出来的 完全没有拼接的这个地方和它的痕迹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了 来 一件书法作品 你好 陈先生 欢迎参加书 今天我是受金颖镇 一家商事公司董事长的委托 为大家带来一副 张瑞图市民手术长卷 这位小伙一上来 开场就这样的一个介绍 传递的信息是什么的 老师 比较强势 另外也说明这件东西价值不赔 董事长怎么得来的 当时是09年5月份的时候 在一个上海的拍卖上 一个图路上 看到之后 较高的价格拍到 较高的价格能透露吗 他本人把握得不准 是看起来真的非常精致 非常精美 所以我希望他是真的 这个张瑞图一生也多有传奇色彩 当时民间都说他是水星下凡 所以寺庙里头 还有当时大户人家 往往多求够他的字 然后挂出来 认为是会避火 所以现在传下来的张瑞图的大字特别多 他叫张二水 是吧 是二水 防火灾 能灭火灾 他的书法成就非常高 他的这种布局犬牙交错 纵横而伶俐 这在中国书法史上非常罕见 你看这个构图 你看这个章法 全部都是斜式 全部都是锐角 这一点是一个大的突破 他在行草书上居然达到了跟北魏 这种暗和的程度 这个成就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这件作品呢 写得也非常精彩 他的这个气韵渗动 就是横间和竖间 他这个宽形啊 很得体 这用逼啊 几乎是有一些像刀客辅着的那种味道 很深辣 这个星子呢 是卷的 这个卷是金卫县的 编着密度非常高 很细 应该说是明代晚期啊 艰难制造的 应该说是一件流传有序 值得保藏的好东西 那么收藏近江最大的书法家 明智实归 谢谢 好不好 祝贺本场到最后的四件候选藏品 他们分别是 一号藏有张白云带来的紫色翡翠套链 二号藏有赫尖马带来的黄胜的人物涂肘 三号藏有林俊天带来的青晚期杀鱼皮关刀 四号藏有陈家庆带来的张瑞图行书手卷 那么四件藏品哪一件能够下到最后顺利进入下一轮的角逐呢 那就是 四号藏品张瑞图行书手卷 明天寻宝文化寻真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寻宝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